丁丁真是善解人意 小乌拉不想营业 她就把娃叼起来面向大家 中国的孩子要大大方方的 不过小乌拉的这个眼神表示很无语啊 2023届的熊猫妈妈 带娃都好有个性啊 这是沈树平的金山和她的宝宝 看到娃太埋态了 从树上薅下来脱去洗澡 发现这个水池里面没有水呢 这是潘月 也是看到自己挖眉的孩子有点嫌弃呢 沈树平这一季的仔仔都很喜欢挖眉 基本上都是这种黑不溜秋的小眉球 潘月过来又看了一眼 这是有多嫌弃啊 火速逃离了现场 这一家三口也是沈树平的熊猫妈妈带娃 看这个黑色的背带 不是瑞瑞 不是苏林 不是潘月 不是金山 那应该就是汪家了 2023届的熊猫妈妈 包括中青河基地这边以及国内外的动物园 对比起来好像是俄罗斯的丁丁最温柔最有耐心了 其他的妈妈带娃好像都有一点随心所欲 重庆动物园的猫仔 韩国的爱宝 尤其是神树平的这几位妈妈 有几个看起来比仔仔还要幼稚贪玩呢 而且看他们带娃的时候 感觉比仔仔玩得更开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